接下来的动作是倒卷弓 倒卷弓又叫退三步 它和上三步形成了一个鲜米的对比 一个是向上走三步 一个是向后退三步 那么他们俩的动作相对难度大于一些定势 因为它都属于一个实战用法要多的一些动作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一样也是要以身法中正为主 动作舒展虚实分明 为原则的这样的一个演练过程 所以我们在练拳的时候 倒卷弓容易让人走成肩部 肩部摇晃不定 所以我们在练倒卷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身法的中正性 走底看锤 右手下 左手向外捧 右手与右脚相合的位置 就是双手翻掌的时候 双手翻掌 好 左手领柱不变 右手向后领 同时提膝 脚落地 四哀地 非哀地 退步的时候 右手与右耳相合 好 身体尽量保持中正 虚实要分明 好 两手对拉 移重心 同时扣右脚 右手向外捧 左手下按 与左脚相合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双手翻掌 好 右手领柱不变 左手撩掌的时候 收右部 尽可能地保持身体的中正和平衡 好 退步的时候 左手与左耳相合 右脚向斜后方退步 好 当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 容易打破身体的中正 所以我们需要调整 让身体回到中正 好 再移重心 两手相交 右手下按 左脚微微内扣 左手向外捧 好 右手与右脚相合的同时 双手翻掌 左手领柱 右手向后撩掌 同时收左部 好 退左部 右手右耳相合 侧部 同时先调整身法 中正 好 再移重心 两手相交 左手下按 扣右脚 右手向外 扣 叫倒卷红 也叫退三步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它是一个左右对称的一个动作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啊 虽然它在后面退步 但是我们其实退步的时候相对走的是一条直线 不要退步的时候横一下 竖一下 这种步伐 没有方向 那么我们从后面啊 从后面看一下 在做一个这样幅度比较大的过程当中 身体尽可能的保持一个中正 右手下按 左手捧 右手与右脚相合的时候 双手翻掌 右手上领 提膝 退步的时候 右手与右耳相合 好 开步的时候 现在看见身体不是中正 所以我们需要调整 好 移重心 两手相交 左手下按 右手捧 同时微微扣一下右脚尖 好 双手翻掌 左手撩掌 同时收步 退步 左手和右手领住不便 好 身体放松 回到正位 好 两手相交 同时移重心 左脚微微相扣 好 右手有右脚相合 同时翻掌 左手领住不便 右手腰掌收腿 退步 右手找耳朵 好 身体放松 早见中正 好 在意中心 两手相交 左手下按 右手外捧 在练倒卷弓的过程当中 最怕的就是两肩带动作 两肩带动作 还有就是起伏过大 就会挑扁蛋一走 应用 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是以动静结合为主 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平稳和中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